花蓮縣111年度的蜜香紅茶評鑑比賽 配合防疫而第二度的移師到台東茶改場來舉行 由於這次參賽茶樣點破紀錄 競爭是相當的激烈 經過產官學界嚴格的評評 達到金牌標準的茶樣點總共有13個 分別是由瑞穗、玉璃以及副理茶區的7位茶農包辦 因為疫情今年再度移師到台東茶改場區內 辦理的花蓮縣111年度蜜香紅茶評鑑比賽 共有272茶樣點參賽 角逐今年金牌茶王寶座 即便配合防疫措施包括轉移陣地 每個參賽茶點得先真空包裝 避免截除機會 同時也不開放茶農入場改以網路全程直播 但茶農參賽踊躍 總共繳交272個參賽茶點 不僅破歷年來的紀錄 這次更以高規格 由場官學界共組評審團來評評 經過場官學界專業評評 主審茶改場總場秘書吳申順指出 即便這茶條件受到氣候挑戰 但茶農都能克服 甚至蜜味表現得淋漓盡致 由此可見 華蓮的茶農製作蜜香紅茶是季冠全台 參賽茶樣點 品質水準部分宣制超乎水準之上 評鑑出32面的銅牌獎 27個銀牌獎 以及13面的金牌獎 而在這場賽事中也擔任委員 但評鑑分數不列入計分的日子鄉農會總幹事黃聖煌 對於茶農們優異的表現也給予高度肯定 分享的部分我們要休攻擊 至於沒有達到自己如期的希望 這個希望的部分 我們每年都會辦 每年都有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說 這個花蓮的印象 能夠一直成長募撞 經過12號的初選挑出優良茶 以及32面的銅牌獎項 到13號今天最後決賽 評評出27面的銀牌獎 而其中競爭最激烈的金牌獎 總共有13個茶樣點 除了是瑞瑟湘嘉明茶園 聲響茶園 寧賀茶園 以及玉璃鎮 茶坊各有一面金牌 接著副里香60淡山茶農林俊傑拿下二金 另外瑞瑟湘吉林茶園 則拿下三金 而清風茶園 則包辦四面金牌 表現亮眼 記者石玉蘭台東瑞瑟採訪報導